大家好,我是小刚 今天夜晚到水沟里面来抓小龙虾 这是一条干枯的水沟,没有水的水沟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 干枯的水沟里面有了一点点水 像这种环境的话,我估计应该有小龙虾的 看见没 这边就发现一只 太小了,这小龙虾,你看 小的可怜 你看 太小了 先抓回去吧 一会儿发现有大的,然后再把小的放了 如果没遇见大的,就把这只小的也抓回去了 太小了 发现一只牛蛙 看见没 哎呦 不对劲啊 这只牛蛙嘴巴里面好像 有什么东西啊,看见没有 他嘴巴里是什么东西啊 哎呦 跳了 跑哪里去了 跑在我脚下了 哦哟呦 看见没有 好像吞着一只螃蟹 还是什么东西,还是龙虾呀 我的天呀 这也太夸张了吧 哎呦 吐出来了 吐出来了 看见没有 吐出来了 这只小龙虾腹部有好多小崽子呀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这龙虾真可怜呀 你看 直接被牛蛙活吞下去 这个牛蛙真的是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呀 你看 什么东西都敢吃 大的牛蛙甚至可以吃 小鸟老鼠都可以吃 你看 这些小龙虾也难逃 牛蛙的厄运呀 你看 这么小 还在活着你看 它是怎么给它吞下肚的呀 真是让人大吃一惊呀 这只牛蛙跑哪里去了 刚刚还在这里呢 哎,跑了 到前面找一下 应该还在前面 这里这么干燥 应该不会有小龙虾了吧 哎呦 看 又发现一只 看 呀 你看 这些小龙虾都 特别的瘦 看见没有 又小又瘦 不是那么肥美 估计长时间在这个水沟里面 没有水的原因嘛 哎呦 又发现一只 你看 这只还躲在这里 哎 太小了 你看 这种小龙虾是长不大的 你看 太小了 太小了 看一下这个 这个下面还有没有 这些杂草下面 这个洞 寒管洞里面应该有吧 但是太深了 我就不抓了 哎,拍到这里的话 我估计有很多 朋友 有网友会说 这些小龙虾是我自己放进去的吧 呵呵 我只能一笑而过了 我就算要放小龙虾 也不会放这么小的吧 也会放大的吧 这种小龙虾就是长期在这种 有点阴暗潮湿的水沟里面生存的 它没有水 只有一点潮湿 小龙虾照样可以存活 看救救你 这些小龙虾估计都是等到来年雨水季节的时候 才跑出来 到处跑 你看 太小了 一共抓到三只小龙虾 还有一只被牛蛙吃了 现在我去给它找回来吧 找回来 找一个水沿比较好的地方 给它们全部放放生嘛 这些小龙虾也太小了 也不够 还不够碎呀 凤呀 刚刚在干枯的水沟里面 抓到四只小龙虾 还有一只带窄的 现在给它全部放生 我找了一个水沿非常好的地方 给它放生吧 还有那只牛蛙就不放生了 牛蛙是属于外来入侵物种 是害虫 大家也看到了刚才 直接活吞小龙虾都可以 像这种外来入侵物种 是害虫 就不要放生了 等它在水沟里面 自生自灭吧 干枯的水沟里面 现在把这些小龙虾都放生吧 又小又老 吃着也不好吃呀 哎呦还 你还夹我呀 这里面水沟里面 水沟非常好 你看 都看见一只小龙虾了 你看 有一只小龙虾在那边 前面好像还有 这边又发现一只 还有一些小的 看见没有 这里的话水沟比较好 我就把这些小龙 这四只小龙虾放在这里吧 估计它会好好的生存下去 放它走吧 唉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好吧 公司 Sport